今天我省端出一系列新年交通民生大餐 一系列补短板工程建设加快推进 今年全省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 将完成投资1160亿元再创历史新高 今年将建成连岩清连等五个 共355公里的铁路项目 续建沪通铁路一期 连淮阳镇徐速淮延连徐高铁 开工沿通苏南沿江铁路 力争开工建设沪苏湖通苏加铁路 沪通铁路二期 加快北沿江高铁宁淮淮 沿泰西长仪铁路前期工作 力争尽早开工建设 航空方面将加强航空资源优化整合 大力开辟国际航线 建设国际航空枢纽 结合南京路口机场T1航站楼改阔建工程 积极推动高铁和乘际轨道的接入 开工建设雷云港新机场 加快推进无锡硕放机场扩容增能 强化机场集书运体系建设 在过江通道建设方面 今年将全面开工南京和彦路过江通道 力争开工南京仙新路过江通道 加快推进长泰龙潭张静润阳第二通道 等过江通道项目前期工作 争取2019至2020年再开工建设八座 公路出行建设升级提档 今年将实施新阳 严静 淮联 宁通广九段 扬州绕城 宁高等路段提速 新建高速公路项目三个共88公里 普通国省盖线项目20个共500公里 农村公路4000公里及桥梁2000座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